大家好,我是小杜 目前世界上最神秘的战争遗址莫过于太平洋战争遗址 昔日太平洋战场上有近千松每日战舰葬身海底 这些昔日的战舰、航母无疑是冒险家们的天堂 他们在太平洋这个当时最具决定性的海上战役发生的地方 搜寻二战中沉没的船只,而且收获颇丰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有已故的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 生前组建的著名沉船搜索团队PETRO 称已经找到二战期间日本海军的加赫号航空母舰 加赫号在太平洋5400米深的海底被发现 搜索团队通过使用声纳等设备研究这艘沉船 根据声纳图显示 加赫号船手深深地埋在泥浆和其他海底沉积物质中 碎片也是四处散落 并在海船上留下了高速撞击产生的坑洞 看上去好像此处海底发生了剧烈的大爆炸 这说明当时加赫号的沉船速度极快 并以高速冲撞到海底海船之上 不过即便是经过如此摧残 外加沉没前遭受美国的猛烈火力打击 但拍撤团队却发现加赫号除船手以外的船身仍然大致完整 而且战舰上部分火炮仍然完好无损 不得不说 作为一艘由战列舰改装而来的航空母舰 加赫号确实还挺结实的 事实上这艘加赫号并不适合成为航母 因为其舰身总长才230米 跑道长度甚至不超过170米 就拿车程号航母对比 这艘标准航母全长261米 跑道长更是接近195米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5年 日本初云级2号舰正至下水后 日本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其命名为加赫号 回顾过去的二战历史 日本的旧加赫号曾经参加过清华战争 后来在中部岛海战中被美军断掉 如今日本将新直升机航母的命名 都附带上了当年的名字 不知道是不是在表达对过去日本海军的怀念呢 感谢收看零度军舞 下期见 拜拜